Square NX 在東京電玩展 2021 也公開了大逃殺手機遊戲 Final Fantasy VII The First Soldier 的最新情報 首先是除了在封測中出現的四個職業之外 政治版將會有第五個職業忍者 這個職業能夠運用靈敏的機動性 在空中二段跳躍 運用手裡劍對敵人發動突襲 以及用忍術變成隱身狀態 明顯將會是個強勢職業 再來正式版中將會有更多的召喚獸 以及武器可以使用 像是擁有寒冰之力的獅婆 打倒炸彈怪也有機會拿到炸彈怪的特殊槍 另外直播節目中也公開了遊戲將支援手法遊玩 玩家可以自由選擇習慣的操作模式 輸了可就沒有藉口啦 Final Fantasy VII The First Soldier 將在11 月正式推出 各位玩家們準備好來奪下傳說中的傭兵 The First Soldier 的稱號吧